那明解解放軍對於台灣極限施壓的同時 美軍神盾艦穿越台海 同時中科院也在東部試射相關的 這一個新型的外界甚至判斷 可能是天宮山的飛彈 對 我們觀察 這個解放軍軍機對台灣進行襲擾 它的一個模式恐怕已經有所改變 我個人觀察就是說 你看到這個4月2號到4月7號 雖然連續5天都有共機擾台 不過你看到這一個月 以大兵力也就是10架以上的一個架次 來對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甚至飛到東南角已經有兩次 那這樣的一個模式 一個月有兩天的時間 都用大兵力洗腦的方式 從今年2021年開始 的確是有所轉變 相較於去年2020年來講 它的一個模式呈現一個固定的一個狀況 就是一個月可能會有兩次大兵力的洗腦 那我們回顧統計 就個人研究 基本上你看到今年1月1月23、24號 連續兩天分別13架15架 2月19、2月20分別9架11架 3月26、3月29分別有20架跟10架 還有這個月的4月5號、4月7號 10架15架 這樣的一個模式你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它在相關的一個演訓上面 它的一個強度跟頻率 還有包含像它的一個可能訓練的一個難度 都在這個相對的提升 那特別是今年你如果把3月以來 總共有4次大兵力的洗腦台灣的一個 這個航路圖拿出來做對比 你就會發現說這4次分別都有一架運8反潛機 直接東繞到台灣的一個東南角 也就是說它洗腦台灣的範圍 正在逐步的一個擴大 同時像這個4月7號這一次 也罕見出動 這個空警500預警機有兩架 那3月開始其實每次幾乎都有出動這種預警機 出動預警機的一個背後意涵表示 它在提升它的一個戰場的 一個指管通勤的一個能力 那也就是說它的一個訓練科目的難度 可能不同的一個編組 包含你可以看到它的殲10殲16 用包含不同的一個架次來做一個組合訓練 那空警500出動到兩架次 表示它戰場管制的一個空域 是這個相對來講是擴大的 所以這個軍事上來講 對台的一個防空的一個威脅 確實是正在這個步步進逼之中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 其實我們觀察就是說 先前大家外界觀察 連我自己都認為說 似乎美台的關係有提升的時候 它才來騷擾 但是你如果去真的比對過去 今年來這總共有8次 每個月2次來講 這個模式 似乎已經不是只有單純美台關係提升 他才來亂 他幾乎就按照他既定的一個計畫 在持續的對台灣進行騷擾跟施壓 同時還有包含先前 大家外界認為說這樣的一個攻擊擾台 可能是在測試拜登政府的反應 其實我認為這已經不是在測試反應 測試反應可能一兩次三次 連續不斷的多次的在對台灣進行洗擾 這樣的一個方法 基本上已經是在對台灣步步進逼喔 已經不是在測試 他對於拜登政府的一個反應 他已經吃定他 他認為這一個中國已經可以這個壓倒 這一個美國的這個狀態 所以他才敢頻頻出手 那同時就是說最後他從這個過去計畫 提升到行動訓練的一個階段 這個部分當然我們台灣未來的一個 自我防衛能力也要加速的一個提升 所以我們看到像中科醫院 同樣的這個既定的時程 4月7號到4月9號有兩波這個火炮試射 那包含外界觀察 當然不排除是天空三行持續在做研發 同時雷霆2000的增程型有沒有可能從45公里的射程提升到70 或者未來更遠的100公里 這都在進行相關的測試 那比較值得關注的是說 在昨天4月7號同時 美軍的這個神盾界麥坎號DDG56 他也穿越台海 但是這一次我觀察跟過去也不一樣 美軍的一個反應也在強化之中 那我們看到這一次這個麥坎號 他的一個航機其實非常特殊 他4月2號的時候還在關島 他4月4號4月5號的時候就直接到這個沖繩附近的海域 那同時你比對時間4月4號剛好是遼寧號航母打擊群出關 公國海峽 所以這一艘美軍的伯克級神盾艦非常有可能是在這個東面 台灣東面在跟肩 這個遼寧號掌控他的一個行蹤 而且他的速度非常快 4月6號本來他已經穿過巴士海峽進入南海 但是4月7號你看到中共有15架的軍機大規模的擾臺情況之下 看起來他是馬上突然掉頭往回轉由南往北穿越台灣海峽 這是過去來講首次美軍的神盾艦 在跟中國的軍機擾臺是同一天的發生 也就是說美軍的一個反應比過去來講變得更為迅速 你當天洗腦台灣我當天就反制你 過去來講可能會隔個幾天 那美軍的動作不止於此 你看到在南海動作非常多 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進入南海之後 這兩天跟馬來西亞進行一個雙邊軍演 這在過去來講非常罕見 馬來西亞的空軍跟這個羅斯福號上面的艦載機 F-18超級大黃蜂 在空中進行這個相互的編隊演訓 那這個美軍還放了一段影片 美軍的飛行員在空中直接跟這個馬國的這個飛行員 在相互的一個打招呼 那除此之外今天最新的 就是說這個美國海軍還有一艘陸戰隊 還有一艘這個馬金島號 這一個兩棲突擊艦 還有包含像這個聖地牙哥號的 這個兩棲窗戶登陸艦 目前正在穿越馬六甲海峽 準備進入南海 也就是南海的兵力持續在增加 那除此之外 在這個馬六甲海峽另外一端 我們看到在孟加拉灣這幾天 最重要的就是法國聯合美日印澳 四國共同這一個組成一個五國的海上聯合軍演 這在這一個首度的這個聯合軍演 這個叫拉佩魯茲的這個聯合軍演 出動了非常多的一個艦艇 基本上這樣的一個多國聯合海上的一個演習 其實困難度是非常高的 因為你看到各國語言不一樣 有講日文有講印度文 可能有講法文的 但是中間可能他們會透過通訊系統 包含像美軍是用Link-11或Link-16的海上通訊 美日之間是沒有問題 但是跟法國跟印度之間特別印度的是二系的一個武器 雙方要夠聯其實非常困難 所以這在演練多國的一個聯合的一個演訓 那中間最重要外界觀察到就是說包含法國 這一次出動西北風級的這個兩棲突擊艦 這個雷霆號 那還有包含像這個聖安東尼級 美國是這個聖安東尼級的這個三Mercedes 這一艘這個LPD-25的這個兩棲傳污登陸艦 日本則出動他的海上自衛隊的一個春雨級的這個數號 數光的數號 那他進行所謂反潛的一個任務 同時還有澳洲安札克級的一個巡防艦 最後還有印度的這個拉傑普特級的這個驅逐艦 那這五國的海上的兵力 共同在這一個孟加拉灣這個地方進行所謂的聯合軍演 那背後當然是艦指中國 那特別是這一次我們看到 這一次多國聯合軍演是由法國來主導 這過去非常少見 那法國在事前這個演續一定有分配任務 包含這跟他談的這個型艦 他有這個不同的一個特質 包含有的對反艦能力比較強 譬如說印度的這一型驅逐艦上面 配備了這個八枚的這個布拉姆斯的超音速反艦飛彈 可能就會分配給他作於襲擊 未來假想解放軍的海上的一個船艦 另外像這個日本的這個春雨級的數號 他的反潛能力特別強 他就負責反潛 同時像安紮這個澳洲安紮克爾級的巡防艦 他的防空能力比較強 就交付給他防空任務 其他包含像這兩艘 這個法國跟美國的這一個兩棲的一個 這個登陸艦也好 突擊艦也好 上面都搭載個型 包含像美軍的MV-22 或者是法國EC-225 這樣的一個直升機 都可以在海上進行偵查 進行一個大規模的一個海上的一個攻防 所以背後無非都是在剑止中國的威脅 那同時回過頭來我們觀察 近期這個解放軍對台的威脅頻率 加大的情況之下 勢必會引發包含像美日 還有各國回過頭來 在南海跟台海加重兵力防備 好 我們稍後回來